Hello 大家 欢迎到 YA Diary 不小的各位有没有记得说 我有在做一些手帐或纸罩带的拼贴 那在纸罩带还有手帐的拼贴这个领域里面呢 有一个区块是我觉得非常困难的 那就是那怎么样可以把它拼贴成像这样子的艺术品 那我们等一下就来跟拼贴大神们一起请教看看 有没有什么样的小Payboard可以让初学者获得一些镜子的方式 真的没趣 这下期请教授给大家看看 这个不明的小用的地方 是吗 打开点 我们有点赞 什么 我们就说 我们有一个维持的方式 我们就学这种方式 这是这种方式的方式 但是我们就学会更加的 那你退帮 那你就学会更多的 我想問一下 像大家完全像這樣子 滿版的這種很大張很重要的作品 什麼東西會是你們最先考慮 他這整張構圖的要素啊 我的話我覺得貼這種東西就是 你要搞清楚他的遠近 就是可能遠的地方 景物就是房子什麼的比較小一點 然後建的地方建的地方 大一點就是要考慮到他的空間配置 對 然後人物貼在上面的話 也要就是符合那個場景 然後就是 因為我會盡量選比較跳色的人物 就是讓他不要跟背景太融端 像我本來想要切這個滿色的人物 後來發現他就是會太跟背景融端 所以我就選了一個比較直立式的 然後顏色會比較跟背景的反色不太一樣 所以像這樣子的拼配類型 比較對我們來講 初學者來講會比較高難度 你有沒有什麼樣的建議 是建議主角者他可以 先怎麼樣著手去做像這樣子滿版的神經 就是拉條啊 我覺得一開始造景最方面的就是 像這種拉條 一開始先拉天空 跟你先拉條了之後 其實已經完成了一半了 然後剩下一半的話 就是比如說有些 你可能這裡跟這個之間 你覺得可能中間不太卸角的部分 你可以選擇用人物 或者是用花 或者是用文字 去把它鋪在中間 你就會覺得說你整個畫面是和諧的 這樣子的卡片你會怎麼樣去做他的創作啊 因為跟其他人不太一樣 你好像沒有單純用造景當背景 你是直接用黑色的 如果是不用造景的話 就是可以先用大背景 比如說像這個創作者這樣 拉條 然後就做大底 然後上面再切PET的東西 就是這種材質的 然後就一層一層疊上去 你的這個拼貼主題 你會先從主角開始看 還是說你會先從旁邊的物體開始看 就欸我好想做這個花 所以我從這個花來幫主角 你會怎麼樣切 通常如果是先選人物的話 就會局限著那一張的操作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都是先做 就是旁邊的背景 就是造景之類的 然後最後再挑選合適的人物 我還聽到說你每天都會幾乎是日更 那對於這種我們這種初學者來講的話 你有什麼建議說我們可以怎麼起步 練習像這樣子的 橫橫堆疊像藝術品一樣的這種 拼貼的方式 因為那個木品或者是說像品川日 他們一次出 他們基本上都會出一整個套組的一個部分 然後他們那個套組其實是可以 就是互相搭配的 你可以先用一個比較大的那個景 先把它填滿 然後如果說像我堆疊上去之後 它一定會有一些 就是比較空隙的那個地方 我覺得可以先不用在意 因為如果說你這個景 你有想要放人進去的話 就是你放了人 它其實就剛好把那個東西擋住 反正就是你只要想辦法用其他的一些 像他們有時候都會出一些比較小的配件 那就是可以用那一些比較細小 細碎的配件 就是把它就是貼進去這樣子 我覺得比較有趣的地方 就是在於每個人選擇的配件不一樣 你就算貼的是一樣的造型 那大家貼出來的風格 就是會完全截然不同這樣 好的 那我們聽完幾位拼天大使的分享 馬上回來進行實作 正好我也買了幾卷天空 就利用它來拉條貼上吧 再來把這些山山水水的設計拼湊起來 看一下 應該是有一個雛形啦 好那像這種空隙的地方 放個小木屋或是搖椅之類的物件 多餘的地方我們再裁掉 小心割開顏色會重疊的地方 OK 我們的滿板風景就這樣完工啦 看起來是挺有樣子的 最後我們再找一些妹子 來補一下這邊好了 是不是心曠生意啊 以上就是我們在 我只在乎你的新品發布會之後 幾位拼貼大神 向我們分享拼貼爽方法的精彩內容 如果您很喜歡這一類拼貼 可以到IG上搜尋他們的作品 有任何問題都歡迎留言告訴我們喔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